男童的娃娃大叫几名原警蹲在脚踏车旁 男童的妈妈在旁边又是哄又是抱 原警蹲到满身大汗 因为男童的左脚被脚踏车后轮卡住了 这哭声听在旁人耳里都好心疼 三四名原警统统上前帮忙 有人跟好心店家借工具 有人把手机当作手电筒 就算蹲到脚都麻了 还是一根根把后轮服条给剪断 好不容易 终于男童的脚脱困了 爸妈心疼的抱在怀里 当时事发突然 原警除了帮忙打电话 脚一一脚也不敢贸然搬动 就怕服条越卡越紧 虽然八岁的关系男童脚卡住 但不止邻近店家还有原警 现场至少七个人帮忙他脱困 幸好后来救护人到场确认没有骨折 第一时间妈妈慌了没有工具 冲到邻近的三名派出所求助 还好邻近店家跟原警热心帮忙 最后关心男同的父母 决定自行就医 但对警销人员和民众都相当感谢 继续让宝贝儿子脱困 TVB新闻中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